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项头圆木弯眉 鼻梁高耸 眉间装饰有圆点 青铜鬼的气概表面也有四足类似的纹饰 四个项头之间各有两只昂首翘尾的三足鸟 两鸟相背而立 鬼的圆足处装饰云文 以项头做耳 以项鼻做足 巧妙的构思加上精美的纹饰 使这件四足轨成为中国西州青铜器中的精品 进墓后四足轨上像的造型 证明了当时在中原地区生活着大象 只不过后来因气候变化导致了大象的迁徙 专家说 鬼是中国商周时期用于成半石的器具 从商代开始出现 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中国商代鬼的形体厚重 多为圆形 赤口 身腹 圈足 带两耳或无耳 细身多装饰寿面文 中国西州时期的鬼 除了原有的式样以外 又出现了四耳鬼 四足轨 圆身方座轨 以及三足轨等 部分轨带盖 由于当时等级森严 青铜鬼不仅仅是一件成石器 同时也是使用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拥有青铜鬼的都是王宫贵族 这件四足轨腹内底部和盖的内壁上 均著有伯座鬼三字名文 伯是有爵位的贵族 做即制作 中国西州时期的贵族有铸造青铜器 以传后事的风俗 一般而言 三足器要比四足器放置稳定 因此 中国古代的四足轨非常少见 这也使得禁木侯木中的这件四足轨显得非常珍贵 禁木侯木是1993年被发现的 山西省文物局聘请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师生 来负责此墓的发掘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系历史悠久 它成立于1921年 当时名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 由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恒担任第一任市长 后来改为胡适 1952年 新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在北京大学成立 大半个世纪以来 北大考古系为新中国的考古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这个系的师生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 还经常用全国各地文物局的邀请到当地进行古文物的发掘工作 禁木侯就是他们发掘的古代墓葬之一 如今18年过去了 当时北大考古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王迅教授对当年的发掘工作仍记忆有心 刚去取春发掘的时候呢 毕竟都是暑假 为了抢时间就提前到那个地方 非常炎热 工作起来 汗流浃背 另外到了下秋之交 秋天 那个雨水就多了 雨水灌到木道里 木葬里 还要抽水 摇水 还要打上塑料塔棚啊 保护这个现场吧 王迅教授说 在发掘禁木侯墓葬的时候 最令北大考古队师生兴奋的是 发现了几件珍贵的青铜重器 而这件四族鬼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北京大学考古队在禁木侯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为防止有人盗窃文物 墓葬周围的安全保卫工作 开始变得十分重要 当时因为 特别是发掘禁后墓地的时候 因为发现的好东西太多了 就比如说把很多的无价值宝很多的钞票摆在野地里 没有围墙 没人站岗了怎么行呢 所以呢就请来了武警 禁木侯四族鬼出土后不久 山西省文物局就将其赠给北京大学考古系用于教学与研究 北京大学将其收藏于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内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1993年由北京大学和美国友人阿瑟赛克勒博士合作建立的 该馆具有博物馆与科研教学的双重功能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铜四族鬼啊 其主人是中国西州时期晋国的第九任国君禁木侯 史记《禁士嘉列传》就记载了禁木侯生前的一些事情 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啊禁木侯为什么会偏爱这件四族鬼了 据史记《禁士嘉列传》记载 禁木侯性情怪异 做事不爱遵守常规与理智 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 禁木侯非常高兴 他心血来潮 竟为长子取名太仇 为次子取名成师 在中国西州血缘宗法体制下 长子与次子的地位是不同的 从天子王位到诸侯爵位 都由长子世袭继承 次子必须接受长子的支配与约束 禁木侯在为两个孩子起名时 就埋下了祸根 这个问题被大臣师傅看出来 他向禁木侯禁言道 您给孩子起的名字不太好 长子叫太仇 有对头和匹敌的意思 次子叫成师 有成功和胜利的意思 长子的名字不如次子的好 将来禁国就要乱 禁木侯听了此番话以后 不以为然 然而禁木侯去世后 禁国果然出现了纷争 次子与长子反目成仇 最终导致禁国分裂 司马迁评价道 禁木侯不按宗法和常规形式 因此导致了国家的内乱 在禁木侯的随葬品中 出现罕见的四足鬼 这也许正是他怪异性格的体现 因为人死后随葬的东西 一般都是生前所喜欢的 都是一个共同的规律 那么禁木侯这个呢 我既然把这个形式 比较特殊的鬼随葬进去 也应该是说明他首先喜欢 据史书记载 中国西周时期 鬼作为礼器与顶配套使用 顶为基数 鬼为偶数 天子用九顶八鬼 诸侯用七顶六鬼 清语大夫用五顶四鬼 试用三顶两鬼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西周社会 这种礼器制度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在中国青铜史上 还有一件四足鬼非常有名 那就是班鬼 它的主人是中国西周时期的毛班 班鬼曾经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 他进入清宫以后 乾隆皇帝就将其收录进古铜器图谱 西青古剑中 此后班鬼就被深藏于后宫之中 秘不适人 1900年 八国联军侵略北京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 班鬼就遗失了 只留下西青古籍上的线描图和明文的踏片 有人说 他被晚清收藏家秘密收购了 班鬼于光绪年间失踪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露过命 1972年 北京市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 在废品收购站里 发现了班鬼的身影 当时他已经碎成几块 在文物专家的精心修复下 他又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如今 班鬼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班鬼有四个授手环耳 以内卷橡笔为足 将鬼伸旋起 造型奇特而罕见 他与镜木猴四足鬼外形相似 均为四足 而且都是用橡笔做足 不同的是 镜木猴四足鬼有盖 班鬼没有 班鬼铸造于西州早期 而镜木猴四足鬼 出自西州晚期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 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镜木猴四足鬼 向我们展现了 中国古代工匠高超的 青铜铸造记忆 也为我们讲述了 镜木猴不同寻常的往事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夺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综艺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